你知道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吗? 上传有个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为国王小号不顺畅 由于天气寒冷 每次小号滴答滴答 稀稀疏疏的十分困难 长时间暴露在外的小小国王 很快就冻结了起来 国王为这件事情很烦恼 越来越不敢喝水 一喝水 小小国王就老是冻结了起来 这种情况征求了好几任大夫 最终由医疗团 东尼 清水 加藤 山本 黑田 这五大名医 运用波多野疗法 首先来到湘泽南 去河北采花 取松本一乡 摘山上优雅 制作出心有菜 并让国王服用 立马解决了国王长久的问题 全国欢庆 国王为了让后人能纪念 这堪比三顾毛驴还伟大的事迹 就订定了五一劳动节 这个国定假日 各位朋友 你有认识小号滴答鞋的人吗 快将这个配方传给他 让他不再老冻结 控制室 装备无糖冰美式 我们下 吃剑